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我们柯师傅也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师傅 这一个季节要推荐大家吃韭菜 对对对 因为这个季节韭菜是最好的 然后我今天做的这一道菜 原先是山东菜去衍生的 那他们是只有蛤蜊跟韭菜跟鸡蛋 那我添加了其他东西进去 我们先把这个鸡肉先放进来 这个是去骨的鸡腿肉 去骨鸡腿肉 我这边是大概就是你超市买两包 四只的鸡腿肉 今天备料还有一大碗的洋葱 对 没错 然后一碗的香菇 新鲜香菇 胡萝卜 蛋 然后韭菜 然后这个是蛤蜊吗 对 那个是蛤蜊 这是一个我用很大颗的蛤蜊 我用很大颗的蛤蜊 然后加半碗的米酒 就这样去蒸 蒸了以后把蛤蜊肉取出来 这边已经超过一斤半了 然后才取得这么一点点 然后再把它鲜美的汤汁取出来 对 要把那个汤跟肉拿出来 对 然后你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 第一个就是说 你就是前制作为方法做好的时候 它等一下吃东西就不用去去壳 或者有一些人蛤蜊吐沙吐得不够干净 有的时候每次烹调完 后面都有一些沙是吧 对 其实你讲的没有错 其实在餐厅里面 餐厅的快炒店 其实我们在做蛤蜊不是从头煮到尾 是先汆烫好以后再捞过来再炒 因为怎么样 如果它吐沙不完全的话 前面那一锅的水就可以倒掉 对 不过也有的时候 那个汤汁弄灼弄脏 对 很可惜 没错 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把握 你就把蛤蜊分开出力 因为这个蒸煮反正很快 很快很快 水开了以后你就看到一颗一颗 慢慢啵啵啵啵啵啵啵起来了 而且它本身的汤汁也有 但是你要记得它的汤很咸 对 因为蛤蜊的水很咸 对 所以你还放盐的时候 你要自己斟酌 对 好 我们现在师傅放了红萝卜跟洋葱 下来拌炒 对 因为这两个都需要稍微爆香一下 稍微给它爆香一下 然后今天这个是都切成一样的块状 是 所以洋葱跟胡萝卜跟这个香菇 都是类似的口感跟大小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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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现在洋葱 红萝卜 都稍微炒过以后 再把香菇放进来 香菇 这是新鲜香菇 这个用新鲜香菇比较适合 因为它的口味都是清爽清淡的 如果你用那种干燥香菇 它就会比较浓 就比较不适合这样的一个菜 好 稍微拌炒一下 先什么 先把米酒放进来 米酒嗆一点 好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 就是米酒跟蛤蜊的汤 这个放进去 用这个汤来煨 这个普林很高 然后如果痛风的话 斟酌 对 然后稍微让它 先把这个鸡肉先煮熟 现在的鸡肉烧好了 我现在这已经烧好了 滚了 其实肉也刚熟 因为你去了骨以后 它熟的速度就很快 我们稍微拌一下 拌一下以后 先放什么 我们先把韭菜放进来 先把这个韭菜 韭菜稍微给它碰热一下 现在这韭菜 不管你是那种全绿的 或者是白梗的那个 都是非常全 非常好吃 然后先放调味料 我们先把胡椒粉放进来 然后加一点点的盐 因为我刚刚讲过 那个蛤蜊汤 蛤蜊有咸味 所以大家下手要轻一点 盐不要太多 然后给它稍微拌一下 那个韭菜遇到热就很香 尤其这个季节 这个韭菜真的特别美味 然后我们先把鸡蛋 好 这个是要炒类似那种滑蛋的方式 这个我觉得如果给老人小孩 拌饭也会很受欢迎 非常好吃 然后鸡蛋放进来 然后再来 我们 这个是熟的 所以不要太早放 太早放它就会老了 就不好吃 再把这个蛤蜊肉 取下蛤蜊肉放进来 然后淋上香油 稍微滚一下 鸡蛋凝结起来就OK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这个很好吃 像柯达这里面来讲 你的鸡肉 事实上我们在从韭菜 还有这香菇来讲 里面多糖体 它里面这个所谓的纤维 对肠道的形成分辨体积 排毒都很重要 所以这一餐我觉得很棒 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洋葱活必素 我几乎是百搭 所有的东西菜 我会把洋葱活必素加进去 这个可以降低 消化到癌症 大肠癌一些排毒 跟我们在所谓排出化器过程当中 有很大的好处 大家可以多学学看看 那我们讲到排毒 其实人都要呼吸空气 吃东西